大厂头打扰你休息 你坐着 上车买点菜 没买回去人还给扣着呢 这孩子小的做不了主啊 你没办法我押您过来了叔啊 跟他啥说呢 我说家里来客人让他看着办 这就你干活有问题了 你让他看着办 他想把这店都卖上去 闹笑了 能吗 这都是哦 这不都是吗 有了根儿专用 今后别整这事行吗 这不档次吗 啥玩我专用呢 我这点名声快把你和和完了 就买个菜专什么用啊 你不跟大伙区分开 我区分开啥呀 我不是人了 你跟他们能一样呢 忽悠啥呀 下个月的财务报表给你爷爷 我给你一份 我爷爷要的 他不要我能主动的呀 给自己找麻烦呢 爸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现在公司财务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把财务报表给我爷 他不得上火呀 让你来 就是想找一个 不让你爷爷上火的办法 把给你爷爷那份财务报表 利润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五 做假账啊 小点事 什么叫做假账 我这是善意的 这善不善意 这也是做假账啊 那我爷爷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对财务方面多么看重 他每次都跟我说 公司的财务 绝对不能出现问题 你爸要是有问题 我就可以举报 哎呦我的妈呀 该这么大个丑事啊 这还是龙泉沟吗 这是龙泉沟啊 这 变化也太大了 英伯 你是辣椒姨吧 你把我认出来了 是吗 你瞧瞧 我这些年没回来 还把我认出来了